但是在討論應該也應該比較有二次的故事 就是說 摩車壞掉了 怎麼發動的時候 過程當中好像有怪聲音 你會發現它很神奇的是 拿過來鑰匙電源打開 引擎噴 火星塞有問題 你會想說你怎麼知道 拼音就知道了 因為他修的摩車太多了 技術太純熟了 所以連一個聲音的改變 他都可以知道是哪個部位有問題 所以最后他就跟你讲修这样两千元 你不给都不行 所以技术不用太多 三个就好 最多三个就好 然后要集专金 有的时候 常常我们在校园演讲的过程当中 很多学生都会告诉我 老师我大学四年 我都不晓得我会的是什么 老实说这样有一点可惜 因为大学四年 如果你觉得我学不到东西 或者是你在学习历程当中 你不觉得我有学到什么专业能力 相同的时间 其他的伙伴都已经有学到他自己的专业能力 而同样的时间我们获得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专业能力很重要 第二就是我们讲的人格